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民间 到底有没有真正道代的 明代成化时期的激刚碑 这样吧 结论呢 可以这样说 也许会有 那么由于现在呢 说老实话 真正如果是有的话 早就出现在市场上了 没有人说的 放着这么好的 赚钱的机会不赚 还把这些东西留在自己手里 还等着他升更多的值 再升也不会升过太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这样讲 市场上基本没有 如果你有真的 你就去送到 这个大家公认的 有公信力的拍卖行去 看看能不能拍出一个好的价钱来 那么由于在 刘一谦先生 买了那个激刚碑之后 那么激刚碑的热潮呢 推向了新的高度 也因此市场上出现了 无数个 激刚碑的防品 那么激刚碑的防品呢 有防 成化时期的 有的是防 康庸时期 防的成化时期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他都很容易 鉴别出来 我们从气形 从胎用 从色彩 以及从文式布局和绘画 还有呢 从这个圈足和款制 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说这一件防品 说它是防品的依据呢 主要就是从他的胎用 从他的这个色泽 以及文式布局和绘画 还有圈足和款制 就能看得出来 我呢 在左边放的这个 是世界上公认的 真正道代的 成化的激刚碑 有台北故宫的 有大英博物馆的 还有大都会博物馆的 那就给大家呢 做一个详细的对比 目的呢 是让大家自己去看到 什么是真正道代的东西 那么咱们现在 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没有见过真东西 大多数人啊 而且呢 连真正道代的那些东西的 图片都没有见过 因此呢 这就会给市场上 带来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 见过真东西 所以你才会把防品 当做真正道代的东西啊 去赏玩也好 或是使用也好 那其实呢 现这种的这个 激刚碑呢 真的是市场上 各种各样都有 就连这个啊 那一支这个刘一谦先生的 那个激刚碑呢 曾经也拿到过景德镇 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复刻 他做复刻的目的呢 是要在他的龙美术馆里面 当做纪念品来销售 那么因此呢 也会带来了一些这个问题 可能是有的人是从 博物馆里面的商店买到的 像这种博物馆商店里面卖的呢 不仅仅是龙美术馆卖 还有一些博物馆也在出售 因此呢 这个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个冲击 那么原本在台北 不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一支呢 后来呢 经这个吕成龙先生啊 鉴定啊 应该是清访的 他已经现在从故宫的那个 名称化那个里边呢 拿下去了 他的这个鉴定呢 也得到了这个专家们的认可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看真的东西 这样呢 才免得自己呢 去打眼 吃药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